凌晨的地牛翻身 花莲连续发生了两起地震 那第一起呢 是发生在凌晨的2点11分 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起 两起地震的规模分别是5.2还有4.9 而震源深度是只有13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最大震度的话是在花莲复兴有四级 那艺人曹熙平他也在脸书上说 他说地震当下呢 他在处理朋友送他的两只鸡腿 他还开玩笑的说 当时以为两只鸡腿都要飞走了